字幕提供 各位,你們晚安 你們看了四日香港時間 大概11點到8點左右 因為計算的時間差不多 本來想說 直行富士的 風 昨天的頭版評論 但是我想那個就調去明天早上那一節 因為 那個時候性對香港來說 我知道大家很喜歡看特朗普的事情 但是 我想 因為晚上這些新聞 一向都比較激動安排 我比較想說就是 China Research Group的報告 你看到其實 英國是不斷地為BNO的 終於平權做 製作 今天就英國外政部的系統 已經開始 就是歐盟公民 完蛋之後的Visa申請 已經是Earpoint Based 即是 歐盟公民在 即是 即是 完蛋之前來的 歐盟公民當然可以在這裏住 在英國住 U-Setalment Screen 但完蛋之後 就已經是 一如其他的 非UK 非British的人 要 Point Based 現在唯一不是Point Based 其實就是 可能 即是 據此 享受到EU Citizen的待遇 其實就是 BNO 這件事 是很多人都不太知道的 一件事 其實就是BNO 那個已經 據此EU的安排 那是很多人都 搞不清楚的事情 那當然 已經不奇怪了 要太多人 你知道多少人 做些放風的事情 但是 有兩件事 China Research Group 的兩個計劃 我覺得那兩個計劃 是 暗藏一些機關在下面的 其實 我自己介紹這些機關 首先 要提供 Legal Aid 給BNO 要利用UK Base的Lawyer 就是 向國際法庭 即是 入稟國際法庭 即是 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事情 特別的違反人權的事情 作出這個控訴 這個 在這個表面上 跟平權無關 但是 他的那份文件 都說得很清楚 你要拿這些GLA 如果用政府的錢 拿這些GLA 這個其實是涉及Public Money 如果按照現時BNO Visa的框架 英國是沒有辦法提供這個資金 但問題就是 你高到國際法庭這麼大規模的事情 你沒有理由是靠捐錢 不可行的 不可能的 所以 我想 相信最後的結果 就是BNO可能是會平權 令到 Axess to Public Money 的一個關鍵 這個就是開了Axess to Public Money 即是你要平權 你平權 你才可以Axess to Public Money 才可以做這個 英國政府 其實說的難聽之下 英國政府借香港人的堕來告人 因為 你要知道 這就是涉及國際法庭的麻煩問題 如果我純粹是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走去 英國政府去告中國政府 中國政府 根據維亞維條約法 他不容易調教的咬他 他可以不理 他可以選擇不理 你知中國政府的為難 我又不是像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那樣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有一個抵抗 大家就 願意共同 我去國際法庭爭 然後國際法庭怎麼判 就CLA-CUT 即是一月八月 這些事情就一月八月 不是這樣的情況 也當然不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而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也都需要一個國際法庭的判決 方便和自己的國民交代 因為兩邊都有一些很奇怪的民族主義分子 很益視麻煩 應該也不是 所以中國不是這種情況 中國擺明是最硬的情況 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要借BNO的朵 特別是英國的BNO 你不是中國的BNO 因為你在香港的BNO 你在香港特區護照的人 你怎麼搞得行 那件事是搞不定的 國安法已經死了 一定是過了英國的那批 但是你說靠私人資金去 你又不可能這樣告 但是你提供這個任何的 Legal aid 涉及public money 你已經 跟BNO的規則是不對的 所以這個是要開了道門 就是說 要用public money的理由 就不是給香港人福利 那個理由是要方便告人 那 你怎麼去 抵倒public money 又方便告人 又好像看得好看 對不對 你又比BNO 這個是一個方法 因為你是英國公民 你是因為這個原因 你需要來鄉別 就是你受到迫害 我現在要告你中國政府 合理 對不對 這個很合情合理 所以這個部分是特別的 是 你看到這個是真是英國的國會議員 或者甚至一些前公務員 精心設計的東西 這個 很精心設計 這個是很英國人那種 很勢力的一些程序上 這是英國精英會做的事 真的會做的事 我不是和你明都明昌說 直接去海瓦 你直接去海瓦 英國政府直接去海瓦 沒有意思的 中國政府不理就不理 但是我現在是一個平民 我現在要告你中國共產黨 你中國政府這樣做 不對 這樣就行的 這個 第二件事 我想他就做了一些 大規模這樣做 就是協助 做一些黃世宅做 也做過少許 不是多的事情 走資 當然你走強積金 就不行了 不可能 除非你整個 戰資強積金的基金 但是這個不可能 暫時不行 但是大部分香港人走資的問題 英國沒有人好口 因為他看到的一件事 就是香港金融系統 遲早會出事 我猜他看到的 如果香港的金融系統 遲早出事 那你現在香港人 就要救走他的錢 要不然就整班英國人 整班BNO 到了英國都不知道 是不是沒有錢 但是很糟糕 那時候真的變成亞民 那時候就很尷尬 他預料金融系統會崩潰 那你要盡快救走香港人的錢 現在救走香港人的錢 這件事 就是英國開銀行戶口 你沒有英國地址有些麻煩 你沒有歐洲地址有些麻煩 你沒有歐洲地址有些麻煩 譬如我開到英國銀行戶口 我有英國銀行戶口 我有網絡的銀行戶口 我有網絡的銀行戶口 我為何有網絡的銀行戶口 但是很多人都不會過英國銀行戶口 過英國還是歐洲 我本來是做生意的 如果你有歐洲地址就比較好 因為你內地址就能開到網絡 網絡的銀行戶口 你有一個EU的地址 再加一個英國護照 你就可以開到網絡的銀行戶口 其實是可以的 問題就是 如果你的地址不是EU 就開不了 你不是英國銀行戶口 你不是英國銀行戶口 就不能搞 就站在那裡 很多人 我現在幫了不少人 就是用交易銀行戶口 我當然不會收錢 當然很簡單 會員辦有些人見到我教的方法 用一個訊息號碼 搞交易銀行戶口 至少第一筆錢 就是向交易銀行戶口 進發然後再加 但是對很多人來說 那件事是很益時麻煩的 你沒有在英國住址 你沒有在英國讀書 你沒有在英國做過事 你沒有一個英國銀行戶口 你接著為什麼 你來又麻煩 你不知道香港什麼時候 金融系統暗 或者被美國制裁 那混蛋 其實China Research Group後面 那個前提考就是 可能有兩個可能性 要是中國不給香港的錢出去 有可能這個資霸 另一個可能就是美國 制裁香港的金融機構 香港的金融機構 香港的金融機構全都失去 你隨便一看都很混蛋 所以為什麼我經常叫人 早點走 早點走錢 我不是移民的私 我不是移民的私 China Research Group 這班人是看到危機 你隨便一看都很混蛋 因為中國不給錢出去 不給人出去 因為美國制裁香港的金融機構 香港的金融機構全部都失去 隨便一看都會被這些錢 所以現在英國政府 如果英國政府整個機制 整個基金 那些什么东西 总之令到香港人 能够将那些钱 可能是过了英国的系统 然后英国政府 再保证他们 然后再帮他们开了一个英国人的耗户口 就是什么东西 我估计整件事就会 令到很多人的责任容易很多 接着抢积金的问题 我就看看抢积金收抬人 因为很多抢积金收抬人 其实他的 注册地点是百慕达 很多是百慕达 百慕达是英国海外警察 英国政府 其实是有能力 去处理抢积金问题 没有说不行 就是抢积金的基金 是不是百慕达的受托 如果是百慕达 就简单 其实英国可以要求 跟百慕达政府商量 百慕达是英国海外警察 英国政府出面去令到百慕达这些 受托人的基金 一定要 如果香港NPFA不肯扭钱 不要紧 不给扭钱 英国政府代为扭钱 英国政府再用百慕达的法 扣住 把那笔钱拿回手 没有说不行 那你笔钱放在百慕达里 那你英国法律凶 还是香港法律凶 对不对 我说英国政府 我确认你的NPFA 你有这堆钱 在百慕达 这个基金上 这家公司的基金上 就是百慕达注册的公司的基金上 OK 好 这些投资基金 接着怎么办呢 英国政府可能看了你的强积金 我就先出钱给你 然后呢 英国政府在百慕达那些基金 扣走那些钱 那你NPFA怎么弄都没用 这个就是搬钱的方法 有些是Cainman Island Cainman Island也是英国领土 又可以这样做 Cainman Island一样可以这样做 这个没问题 你跟着NPFA肯定曹山达 你这会不会迫使 这些强积金的基金 那最后把基金搬回来香港 不知道 但是这个方法是好方法 因为你要把基金搬回来香港 也不是一时三刻可以做的事情 因为这个是监管 和贷款等问题 英国政府可以不让那筆避开 这个绝对没问题 就是如何令到英国政府 帮助我强积金呢 这个就是一个方法 China Research Group 这个方法应该是 China Research Group 后面其实都是一班 保守党的国会议员 所以这些事情是可以变成法例的 很容易变成法例 而且英国国会 是可以立法 立一条法去逼海外属地硬食的 那些海外属地 当然都要 名义上都要咨询海外属地的 老实说 你这些海外属地都是民主政府 你都要尊重民意的 但是这个方法 我相信白毛达政府的 很接受 很配合 因为你这个方法是能够 怎么 我白毛达 你说影响金融声誉 没所谓 你香港的强积金 那些受托人 监人矮后 你不让钱吐出来 都会更加影响声誉 是不是 甚至我可以这么说 如果现在你要考虑强积金 会不会被提走的问题 如果英国政府真的能够 搞出这样的计划 我想你可能先 優先考虑就是 如果你的强积金 受托人的钱 是放在白毛达的 你应该考虑白毛达 或者Cainman Island 因为那个就可以英国政府 用英国法理去压走那些钱 可以保持这些钱 英国政府暂时 看到你强积金的紀錄 我先给你 然后他再在基金拿走那些钱 他就变成可以这样做 繞过NPFA的管制 这是可以的 始终白毛达的主权在英国 英国政府是有权利去做这件事 这是为公众的 而且这是保护英国公众的利益 BNO的持有的人是英国公众 我不是李日东这些人 李日东那些有仔 他经常只顾着卖他的保险 那些 假扮是BNO 你知道有很多突然BNO人 在这 突然BNO专家 突然BNO 突然BNO 平权领袖 很多这些仆街 又是华佬 和牙佬 这些人 英国政府 你猜不知道 好像你日东那些仆街是什么人 英国政府的质疑 而这个China Research Group 这个想法 是一个很棒的想法 就是整个基金 X球这件事 令到大家可以拿走这些强识金 然后就可以 然后就可以 而且 这个 当然我现在会怕 很多强识金公司 会把基金 由白木达突然间要 香港政府指令他们 突然间要回到香港 但我估计未必那么容易 我估计这个可能 将会是一场大道化 这个NPF针夺钱 这个实际是很益时多钱 这个将会是一场 很大的事件 如何将香港人的钱 在最短的时间 香港人的财富 避免蒸发额入中国的手上 变成中国走去对付西方国家的资本 这个我想就是整件事的关键 整件事 真正的争夺战的地方 所以 这份China Research Group 这个Proposal 就是说 大问题就是 这个Proposal 和Police Church 你看到这个东西 你看到就是 开始一个图片出来 一个大规模 帮BNO撤走资金 撤走各类东西的计划 开始进行 计划出来放了封 大家觉得可以的 就是去马 去马之后 可能明年就是一场大 即是一场大混战 也可能会不会 不让人出去的不知道 现在据问 这个我估计我可能涉及明早会说的 就是许智峰好像到了丹麥 有可能他在丹麥流亡到丹麥 有可能他在丹麥流亡到丹麥 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这个将会是整个 香港 你知道香港现在的情况开始急剧惑化了 会不会触发最终欧盟要处理 香港人的救生艇计划的问题 这个就是关键 因为我很少看到丹麥收纳门 收香港纳门 丹麥政府这几年的态度 对香港都很忽略 过去十年都很摇摆 但是如果真的收纳门丹麥 应该很大机会是德国要求 如果是德国要求 你就知道欧盟准备做事 因为十二月应该有審议 有关香港的審议 欧盟 那你知道 英国现在准备想起来 想起来怎么搬走这些钱 也要开始找到藉口 即是什么意思 在美国开始要找藉口 即是要放公共资金 因为你知道 根据英国的移民规定 公共资金是公共资金 它不可以随便放出来的 你说不可以 不可以随便放公共资金 就是随便放公共资金 这个是很清楚的 如果它要开门 就会给BC 或者给RA在英国 这个就是开门 你去到开门的时候 你就知道 有大事正在发生的 将会 接着 有许智峰 又要帮你拿NPF 那些计划 接着 Paul C.H.N.说 因为印太政策 要快些 给BNO BC 其实那个是为英国出兵做藉口的 我告诉你 其实所有加速事件都未计 我明早要讲 直行富士头版的评论 你想想 我已经预先这个中数 预告明早两节的评论 你知道加速到什么地步 已经 整件事 所有事情 如箭再燃 你说这个十二月 是不是一个平安十二月 肯定不是 你知道吗 你这样 我刚才已经讲了有线 讲有线 这样有玩法 我已经大客 大客一经 这样都可以 你就知道 现在已经去到一个加速的世界 真的发生了这些事 但如果我想 如果在现在这个情况 你的强积金受托人 我会建议你找是英知 而且肯定找百慕达 百慕达 百慕达 做注册 或者是Keyman Iron 那些 就是那些钱是 那些受托人 是百慕达 或者是Keyman Iron 注册公司做的 最好是百慕达 不要找香港那些 香港那些不行 最好是百慕达 你这样来说 就变成了 就受百慕达 法律的保障 英国日后 要帮你禁止 那些钱 就容易一些 英国是可以做到的 我相信 你看一下如何押法 当然 他的立法又可能被挑战 但你知英国是国会无上 英国国会可以做很多事情都可以 当然 我估计有些强积金经理 很快就会扮 如蝦蟹 但英国政府已经想到办法 解决问题 因为他是主权国家 他是百慕达的中主国 他做很多事情都可以 这个是可以帮到香港人 而且也帮到英国 因为那些钱最终会 吸回到英国本土 或者可能 英国和百慕达 怎样谈 这些钱都可以留在百慕达 都可以 这些是谈的 这些是变成英国外政问题 都关于中国差事 最终会 到这些 大家已经知道BNO的撤离会 大家期待 未来一两个月 什么事都会发生 这是第一 第二 我想 这个 前有线记者王杰韦的公开呼吁 我跟他没有很熟 但是 我都顺便 这是一个好想 我觉得可以广为推广 大家看香港开电视也看得很烦 很烦 无论亿广告给他 他也是有线 也都是无论亿黄名 是吧 很容易 你的电视 如果还有推广香港开电视的 剪掉 剪掉 TVB 剪掉 剩下RTHK31 剩下RTHK31 剩下RTHK 剩下RTHK RTHK的中央台都不要 剩下RTHK31 港台电视30天 港台电视30天 港台直播台 完 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 ViuTV 大家决定不够 ViuTV的新闻 只剩下英文新闻 因为英文新闻是老头写做的 中文新闻 NOW新闻台 现在被阿藤Db搞成如何 我想这是一个方法 当然可能最终的 香港人是没有电视 但全部看YouTube 会不会去到这种局面 当然没有人希望这个局面 或者看卫星电视 即自己架卫星碟的卫星电视 是自己架卫星电视 好像欧洲 欧洲也是 很多人是自己架卫星碟 但香港这么多高楼大厦 自己架卫星碟 又很麻烦的事情 但可能最终的 都可能要去到这一步 没有办法 世界真的变得很差 今晚到这里 明早8点 我会讲 直行富士的评论 我可能先讲许智峰那件事 我都要多些许智峰那件事 我随机应便安排 今晚到这里